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报王一博恋上顶流女明星 赵丽颖躺枪 双方有结婚登记照 2月2日 知名于季洋洋更新动态 开直播曝光了娱乐圈中的一个恋情瓜 并且指名道姓透露是王一博的恋情瓜 女方是一位顶流女明星 引来不少网友围观热议 杨洋表示 别看王一博表面上看着很稳重 但实际上有些恋爱老 愿意为了爱情从事业上做出让步 是敢于在上升期官宣恋情的人 并且她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姐姐 还曾恋上一位顶流女星姐姐 两人私下一直有联系 关系暧昧 圈内人也都知道此事 杨洋称王一博很喜欢这位姐姐 女方也经常与她来往 两人关系亲密 虽然没有互相确认男女关系 但已经与情侣无异了 不过随后杨洋又表示 王一博目前是单身 看来跟这位姐姐并没有结果 除此之外 杨洋还爆出了王一博之前的几段恋情 称她成名之后交往过几个女孩 公司也知道此事 但每段恋情都无疾而终了 王一博之前有过恋情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她如今已经25岁 恋爱结婚都很正常 更何况她长相帅气讨女孩欢欣 易姓缘肯定很好 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消息传出后 王一博曾经恋上的那位女鼎刘身份也疑似被网友扒了出来 赵丽颖因此无辜躺枪 据了解 赵丽颖与王一博曾经合作过古装剧有匪 并在其中饰演情侣 其中还掺杂着吻戏片段 两人虽然有年龄差 但赵丽颖长相灵动简灵跟王一博很般配 合作期间 两人还在拍戏时互相关心对方的威亚 曾佩戴过情侣款的项链 因此被传出过恋情传闻 特别是 还有一位两人的CP粉爆料王一博与赵丽颖之间恋爱未官宣 她于2021年就开始打卡记录二人没官宣恋情的时间 如今已经545天之久 更会让人物以为王一博与赵丽颖的关系 而且 这位网友还给双方批了一张结婚登记时用的红底照片 将赵丽颖与王一博拼在了一起当作头像 难免让人信以为真 虽说赵丽颖确实是大姐姐 复合内心强大长相可爱这个特点 不过她毕竟也是一位离异带娃的妈妈 和王一博恋爱都没谈过几次 感觉这段恋情的可信度不高 消息也未必属实 再加上 赵丽颖一直是为人间清醒的女强人 专注于事业发展 平时还需要招呼孩子陪伴成长 时间很紧张 应该不会恋爱脑 因为爱情影响事业 估计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网友幻想出来的 而且 娱乐圈中的女鼎流有许多 比王一博年龄大 而且合作过的也有很多 并非只有赵丽颖一人 就连爆料的余记杨阳也敢点名指出具体是谁 她更可能是无辜躺枪罢了 在这里也祝福赵丽颖 王一博 希望他们二人的事业顺利 各自能够收获幸福 就完项了 今 wond可以找到 我们这一个人的事业 那就是 我们在这里也不过 在这里也有很多 所以我们再来 第一个人的事业 那么 这一句 都是 最好的 需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